我曾經跟我媽說過 如果生命是有結束的一天 我希望是在追逐夢想的路上 但當我說出那句話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傷了她的心 其實爸爸媽媽他們反對我去參加極地超級馬拉松 比賽的痛苦 孤獨 還有耐力 她無法用言語來描述 我記得那時是加拿大 育空七百公里極地超級馬拉松賽 我自己一個人 只有黑夜 頭燈 還有音樂的陪伴 我那個時候看了我的手錶 才發現原來已經是華人的農曆行員了 在那一個夜晚 是我第一次沒有在台灣過門 在這個時候應該是全家人 一起吃團圓飯的日子 我想的那些畫面 突然就哭了出來 在一整片的黑暗中 我感到很孤獨 我好像拋棄我的家人 只為自己 後來 我收到媽媽給我的簡訊 上面寫著 彥柏 彥柏 爸爸媽媽都愛你 我們希望你能夠平安地回來 不斷哭著 跑著 然後 以第三名的名次抵達終點 更成為亞洲第一位 完成這個比賽的華人 在運動員這條路上 音樂已經變成了我的同伴 我的歌單裡面有一首 江蕙的老歌就是 我要把你爛掉掉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很清楚知道說 我要努力去撐完這個比賽 撐完這個比賽 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相信 我跑 是為了要讓我的母親 為我感到驕傲 我們走 aqui 還可以回家 我曾經過 我曾經過去 還是批評 這個比賽 我們選擇 應該會